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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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BU恰恰 大家好 新英雄超人即將在今天上市了 今天要帶你分析的是 超人究竟值不值得買 超人上市的金幣是 23888元 哇 只要是超級英雄的售價 似乎都是比較貴一點喔 那如果你是一個在純奧義的玩家 我建議你先存起來買奧義 如果你真的有這筆金錢想要購買的話 是可以先等一下 因為超人這隻新英雄 需要非常非常 投入大量的練習 才會上手的英雄 剛玩你會覺得說 奇怪我怎麼玩超人 技能卡卡的怎麼雷射眼不能轉向啊 超人的一技能是 在飛行狀態之後 會向前衝擊釋放雷射眼 不過你只能向你的移動方向去施放喔 所以呢 大 超人 又稱大拇指殺手 你玩超人就是你的左手 永遠不能放開 而且由於 天生沒有回血的技能 所以你會常常的跑線 常常的回補做這個動作 但是我覺得超人很有趣的地方是 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技能是有六段的變化 非常的複雜 那我覺得你有裝備的時候 用一技能雷射眼去掃人 會非常有傷害 而且有時候 射手會直接被你快 掃掉三分之一條血 會直接被你嚇到退後 前期沒有裝備的話 建議是使用 飛行型態的二技能的鋼鐵意志 來幫忙團隊做一個控場 但是我覺得超人有一個缺點 如果你是玩一般場的話 如果你隊伍有兩個射手 你們這一場大概就要慘了 因為你這個坦克切進去 是有去無回的 如果你切進去是用 雷射眼去切人的話 等於說你會用鋼鐵意志逃跑 那你前排的 可以撐的戰士坦克 就非常的稀少 所以通常在體驗服這種伺服器 你只要遇到雙射手 然後你又選超人幾乎都輸 因為前面沒有可以更硬的戰士 幫助你們射手承擔傷害 射手就要被殺的慘兮兮了 而且在體驗服大家 超人已經上市一段時間了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該怎麼去克制超人 例如 隨便一隻英雄看到超人 就會出 那一把斧頭就要怎麼忘記 就是攻擊人會緩速的斧頭 法師就出寒冰法杖 戰士就出寒冰法袍 所有人都這樣出欸 我真的有一場 有連續好多場被打到快崩潰了 超人雖然攻擊力很高 不過 由於他在減速狀態下 無法續那個 飛行狀態的下面的能量條 除非你用鋼鐵意志去解開 真的 我還遇到有一場 一個凡恩直接出 那把斧頭 欸那叫什麼 領東戰斧嗎 直接把我殺的不要不要 我真的是永遠沒辦法飛 真的超級慘的 然後超人在對應新英雄 像是那個艾瑞或是一些 奇葩的控制角色 你也知道現在的新英雄 沒有一個控制角色 不對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暈眩的控制技能 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超人你要玩的非常有技巧 你要在後面 繞繞繞 看到隊友 把控制技能都吃掉了你在進場 可是你身為一個戰士 有時候要必須要用 第二技能 鋼鐵意志 衝過去控場 你等於說 你衝過去幫隊友控場 雖然可以很順利的把 對方的前排和後排 什麼是前排後排就是 前排就是指戰士 那後排就是指輸出的英雄 你雖然用二技能吧 對方CUT切掉 但是呢 由於你沒有可以逃跑的技能 所以你很可能會死在班路上 所以玩超人觀念真的非常重要 什麼時機點 多打少 你可以用雷射眼去幫忙做出傷害 團戰的時候 我還是盡量以鋼鐵意志 去幫忙切斷後排來做控場 而且我覺得超人很有趣的地方 是他大絕招 開了之後 你的能量條會蓄氣非常快 你可以看現在 普攻都可以擊退對手 擊退對手 還會造成一個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所以你開大絕招的時候 不要一直去等你的技能 普攻幫忙輸出控場就對了 很有趣喔 整場都飛來飛去 你飛行狀態下是比任何英雄 有更快的移動速度 二技能真的非常有趣 玩超人雖然 你在前二十場可能都是被虐的 不要不要的 但是 你一旦上手之後 玩任何一場 你只要帶領隊伍獲得勝利 你都會非常有成就感的英雄 所以呢 如果你是有一個可以大量時間去專注投入 一隻角色去玩的人呢 很建議你買超人來玩 玩起來真的非常有意思 但是超人 我覺得還是要跟朋友一起玩 比較有趣 因為 他的技能之間都是要互相配合的 你一個放失誤 大概就是幫對方逃跑 有一場我玩菲尼克 我們隊伍有個超人 天啊 你這個超人 一直在幫對方逃跑 每次我只要快殺死人 他就從後面 從菲尼克的屁股 跳過來把對方直接頂開 直接送對方逃跑 我那時候真的快昏倒了 所以呢 超人 是一隻非常注重團隊的角色 如果你想要單排積分的話 你可能 要練的真的非常熟練 所以我覺得超人 剛上市的勝率可能不會非常高 但是呢 應該這種英雄 類似納克羅斯 或是莫拉之類的英雄 玩強的人 真的強的非常誇張 那爛的超人 大概就是一個 穿著斗篷的紅buff 在全場飛來飛去 全場到處送頭 全場送別人 送別人逃跑 等於一個4打6的局面 但是我還是給超人 這隻英雄 蠻高度的評價 因為我覺得這隻英雄做的 非常的有創意 你看光我在那邊 在那邊飄就覺得非常好玩 整場在那飄欸 只有你在那飄 輸出的話 傷害也是非常可觀 有時候你就是可以用2技能 把別人往後槌 像我剛剛示範錯誤 把讓悟空有點逃跑 再使用1技能 吐口臭去把他臭死 做一個緩速 控場之後可以協助隊友收頭 雖然你前期 因為我是打一個輔助 所以我可能比較 沒有多 那麼多的裝備 可以買裝備 像我剛剛走魔龍路 為什麼我一個走魔龍路 因為這就是體驗服啊 任何怪怪的隊友 你隨時都會遇到啊 唉這就是我玩體驗服的宿命 要打好多場 才會遇到正常的隊友 哇這時候逃跑你也是第一個 因為沒人控制得住你 另外超人也是 敗場 最常拿MVP的英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只要我玩超人 一輸 就是拿MVP 因為你的2技能 可以解除控場 那我覺得超人有個非常棒 之前有人說是 衝鋒鎧甲 是超人的專屬 就是那個 鎧甲加1000的血 然後又有物理攻擊 那被打的話會增加輸出 我覺得超人的專武是 破陣 破陣戰矛 我只要出這一把 衝對方的後排 就是法師系列或是 射手角色幾乎都可以刷掉 對方三分之一的血 真的不誇張 好 取取幫忙的控場 跑跑跑 控場 哇 這個特蘭納斯直接出來 肉頭就被殺掉了 沒有關係 菲尼克 逃喔 和平啊各位 我非常對不起你 菲尼克 哇 菲尼克還是順利逃跑了 沒有關係 另外超人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由於他 他走路累積能量就會變成飛行速度 也就是說呢 你跑線的速度會非常快 所以你可以動不動的就去跑到別的兵線 推兵 推完之後又逃跑 推兵 推完之後又逃跑 無聊的話 趕路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用二技能的鋼鐵移植 向前突進喔 不過這次我沒有 因為我有點懶惰 因為我玩超人真的好累 玩起來真的每一場都超費神的 好 超人應該是使用普攻最少的英雄了吧 這時候魔龍又要出了 我們的隊友非常有觀念 玩體驗服 玩一個十場 才會有一場 隊友會來打魔龍 不然他們都以為 那個是什麼史詩級的怪獸 完全不幫忙打 有時候真的會玩到崩潰 我覺得我在體驗服 我最開心的 就是遇到會玩 然後 會玩不分台灣人或是越南人 會玩就是 會聘燈 然後會打招呼 會稍微跟隊友溝通一下 聘燈 最早就是聘燈啊 不然你有時候都不知道 隊友到底在幹什麼 為什麼有體驗服 還在玩凡恩 明明就有新英雄可以玩 你可以看到 剛剛的凡恩被我噴一下血 就直接炸裂掉 喔 沒關係沒有被暈倒 不過菲尼克我要救 哇 救不了 哇 看到沒有我一個超級神救援 各位你們有看 恩 好吧 菲尼克還是死翹翹了 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的來殺人 你看 出完破陣戰矛 這個傷害突破天際阿 誰來我都殺掉他 來喔 口臭攻擊 呼呼 沒有問題 直接把對方A撕掉了 超人的技能真的很OP 只要你吃完一本阿 破陣戰矛 我剛念的有點饒舌不好意思 破陣戰矛之後 傷害突破天際 剛剛各位也看到了 我的一技能造成了一個失誤 一技能的範圍其實非常小 所以你的手指要非常靈活 你的方向要控制的非常準喔 所以你要打一些位移的英雄 也非常難打 例如井 常常被井單挑收爆 會玩的井真的 可以把超人玩爆 當然了 這是一個團隊遊戲嘛 會戰的時候我只要用二技能把你撞開 然後就向後跑 有了凱撒之地 我們應該可以推塔推很快 我現在應該超級暴力耶 剛剛可以看到我把凡恩噴一下 就半條血了 現在不就是突破天際的輸出 玩超人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你的異技能雷射眼噴到對方射手 看到他血量直接掉一大格 就超級興奮的 天啊這樣講好像有一點變態 不過事實就是這樣子 我每次玩超人都超級期待 我的第一眼能跟你對上 現在我已經出了寒冰法炮 寒冰法炮也是一個 對超人來說非常好用的武器 撞擊敵人之後呢 你還可以再做一個輸出 可惜我剛剛應該打一拳斬殺 那個拉茲就被我收掉了 沒有關係 那我們繼續的推塔 還有玩超人永遠到左右晃 你剛剛看到的就是我一個失誤 我左右之後放開了滑鼠 不是滑鼠是鍵盤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超能力 我的奔跑速度要重新累積了 完蛋了這個跑不掉了 我太貪心了 哇內塔現在根本就是 超人克星啊 因為會緩速真的是讓人受不了欸 好 哇其實這個凡恩這場還玩得不錯欸 至少有五殺 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 玩體驗伺服器會想玩凡恩 凡恩也沒有做什麼修改啊 好我們現在就繼續等待快樂的十秒鐘 那超人你覺得 你會想買嗎 23888金幣欸 可以買一隻新英雄 又可以買奧義 真的很難讓人猶豫欸 不是很難讓人猶豫 這樣講好像有點錯 就是很讓人猶豫欸 超人就算你輸你那場什麼事情都沒做 你還可以拿到 因為現在比賽統計都會有個統計 三路全破 你會拿到控場專家 你的控場秒數永遠是最多的 因為你不斷的用二技能 用一技能去亂推一通 他絕招也在推人喔 所以呢這就是我玩超人的一些心得分享 我剛玩超人的時候 我的勝率是 30%超級低 低到真的超誇張的 因為那時候還不知道怎麼出狀 到最後玩到後來 也是55%快接近60% 所以呢 超人究竟值不值得買 如果你在體驗伺服器 有玩過超人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或是你有玩過王者榮耀的關乙 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超人你覺得值不值得買 那我的話我是覺得不錯 真的是蠻有趣的英雄 非常的創新 玩的話你會先嚇一跳 呃怎麼技能都放不準 那種很新鮮的感覺 蛤 隊友很給面子 我控制33秒其實算非常多了 那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專精 菲尼克打野的BUBU CHA CHA 我們明天見 掰掰